而紧接着花蓮县应会建设小组6号 是特地来到了花蓮后火车站 考察智慧化有声人型号制 由于是花蓮县的第一座 在系统的建置上更搭配了高阶影像分析处理器 来提升辨识效果降低误判率 而在晚间时段以探照灯来照射 还能够增加行人穿越马路时候的安全性 由于花蓮后火车站富安路 以及复籍路是许多市长朋友日常会前往的地方 为了保障市长行人的安全 提升号制提醒功能 并且避免有声号制干扰附近邻居 特别将此路口的智慧化 有声行人号制以辨识的方式来辅助 我们当时是有邀请各相关单位 以及这个路权的机关来看 那了解他们的需求 他们平常是怎么教导他们来火车站 然后上火车 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所有委员单位来 会看一个比较适合他们行走的一个动线 那我们就在动线里面的两个重点 然后有设置的感应 刚好后站这边有一个摄降者协会 所以他们有很多都会坐火车来 或坐公车来 然后过马路然后去上班 那他们就跟我反映说 在这个地方可能会需要 一个更友善的 让他们过马路的时候比较不会害怕 那所以就建设了这个叫做 智慧化的有声号制的人行道 那这个人行道 他就是站在这个感应区的时候 他就会有声音 就是说腹极路请通行 或者现在红灯请稍后 那我想这是一个全花莲首创的一个智慧化的人行 那个号制 智慧化的号制 那友善事上者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服务 希望未来的建设 都能够更友善身心障碍者 那当然也会希望 我们如果民众在这个路口 发现不太适应 或者有任何建议 你还是欢迎跟建设处的交通科联系 那大家还是会做适当的来做修正 在智慧化有声号制中 设备提升了影像辨识系统 网路摄影机有声控制器 照明灯 智慧化系统高阶分析处理器 具有学习的功能 可以持续提升辨识效果 降低误判率 方便是让朋友在行进时 号制的运作机制 而且在晚间也能够增加 行人在穿越马路的安全性 记者林杰恩 花莲室采访报道